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十大影响剧 风起洛阳,是唯一的古装剧 冰与火,新剧透曝光 过去的一年里诞生了很多高质量的影视剧 最近,中国影视蓝皮书 十大影响力电视剧名单曝光 榜上有很多剧都是观众们的年度最矮 其中,王一博主演的风起洛阳,也榜上有名 而且,风起洛阳,是排行榜上唯一的一部古装剧 王一博的作品不仅上榜 而且还是唯一上榜的古装剧 王一博的风起洛阳,真的是彻底出圈了 这部剧播出之后就好评如潮 王一博在剧中饰演的百里红毅 也是一个非常有层次感的角色 而王一博也把人物细腻的情绪演绎出来了 王一博为风起洛阳 贡献了很多的热度和看点 如今这部剧不仅在国内热度非常高 播出之后海外的很多平台上也都在讨论这部剧 这部剧能够成功不仅仅是因为王一博 剧中的场景设计,色调运镜都很高级 这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原因 而且剧中还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古代文化 追这部剧的时候不仅仅是在看剧情 大家似乎也同样在学习历史知识 但是王一博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因为王一博更多的网友关注到这部作品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黑粉故意打敌分,发布恶评 但是这都没能够影响这部剧 好的作品还是被大家看到了 王一博出道以来拍摄的作品并不多 甚至播出的作品更少 但是王一博一直都在保证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精品 所以他对剧本的要求很严格 对角色的要求也很严格 一旦决定合作 他会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让自己能够配得上这个角色 把角色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 目前王一博播出的作品口碑都很好 他的很多代播剧也都是期待值比较高的作品 其中王一博和陈晓合作的《冰与火》 也是一部代播剧 王一博的很多作品都是有些深刻意义 这部《冰与火》 简述的是基督警察和毒贩殊死搏斗的故事 致敬各位英雄 而王一博在剧中饰演的正是基督警察陈宇 这部剧也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很久的一部作品 关于作品定档的消息也有很多 但是没有官方的认证 粉丝们也都不敢轻易相信 之前也有很多消息称这部剧已经正式过审了 而且也会在春节档和大家见面 虽然粉丝们都是不信摇不传摇的态度 但是如果真的能够播出 这自然是最好的 最近还有网友晒出了王一博在《冰与火》 拍摄时候的最新剧头 照片中王一博的造型很简单 穿着一件在普通不过的蓝色体恤 只是一个背影就让大家很期待了 大家对《冰与火》的期待不仅仅是源于王一博的剧照 更多的是因为导演对王一博的评价 之前在拍摄的时候 导演就多次高度评价王一博 其中有一场哭戏 王一博高标准完成 导演看到之后都觉得很惊艳 评价王一博真的很有天赋 这也让大家更加期待 期待王一博的进步和成长